在頒獎典禮之前呢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與會的長官及來賓 請仁和國中張美甄校長為我們介紹來賓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還有我們最敬愛的評審 教育局的長官們 大家早安 早 應該要午安了齁 Sorry 首先我要介紹我們教育局我們的科長 我們蔡聖賢 蔡科長 科長好 還有我們教育局負責我們這個案的 我們蔡英雲 蔡小姐 那當然我要更鄭重介紹 我們今天上午非常辛苦的專業評審們 首先我要介紹我們西北市國教英語輔導團的 吳芳慧 吳老師 還有我們盧博弘 盧老師 還有我們盧博弘 盧老師 還有我們陸運平 盧老師 還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楊耀琦 楊老師 好 那當然我們還有我們教育部央團的我們的琳娜老師 好 這樣不行喔 還好已經分數都已經結算完畢了 好 這個非常感謝我們所有評審委員今天上午的辛苦 那我們的評審委員也非常仔細的 對大家的一些的這個部分有做一些的討論 那首先我要邀請我們大家所熟悉的楊耀琦老師 來為我們做講評 我們掌聲歡迎 各位指導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早 今天的同學比較熱心 比較熱情 所以現在加分來不及了嗎 因為前面幾個真的不錯 明年加分 特別講好了 首先我要非常非常感謝帶隊的老師 願意帶著我們孩子一起來成長 因為我知道有壓力 大家很忙 然後花很多的時間要跟學生練習 真的 真的是 所以我們好像會只會聽到說 老師帶這個其實是沒有加分效果 就是要額外的付出 那真的很難得 我們的同學 你們真的很幸運 真的運氣很好 藉著這個比賽來練習各位同學的 你的一個口語的能力 那老師的研究結果 你一旦這個比賽之後 你再練其他的課文 我跟你講一定是不一樣的 你們自己有沒有發現 那個聲音語調一定是不一樣的 那講到聲音語調 我們今天評審 其實讀有劇場 他就是強調在聲音跟語調 發音跟語調 所以這個會是我們評分的第一個 priority 就是這個是我的第一個標準 那今天的劇有明顯 很明顯有 有的聲音語調不錯 可是劇不夠 有的劇很好 可是聲音語調發音有問題 那今天第一名的劇應該是 發音語調跟劇都很好的 所以這個就可以給大家一個觀摩 像我們在打分數的時候很為難 為什麼為難 上面八個同學 哇 有三四個那個發音語調 超厲害 超棒 可是又有兩三個一發音下來 又有問題 所以這個會在我們中間就是有一點為難說 可能你就沒有辦法 你的成績有沒有辦法很好 就是整個 你雖然整體很好 可是個別其實是最沒問題的 尤其是大家 我有沒有發現今天的麥克風音響 非常非常的好 我看那個我們的音響師 一直跟同學講這個有沒有 不是叫你不要講話 叫你要怎麼樣 靠近 可是音響太好了 各位同學 你的發音只要有一點點的那個 非常清楚 你的尾音調尾音的 你的長音沒有到位的 你的thank you講thank you非常明顯 聽到thank you完蛋了又要扣分了 所以洗的那些 就是我們中文裡沒有到音的 長母音很明顯 長母音snake snacks很明顯 所以我會建議指導老師 如果明年還有機會 那你的第一個禮拜第一個禮拜 要練孩子的發音 什麼都不要練 個別坐過來 帶他的劇本讀發音 然後網路上有那個speech to text 你可以把你的聲音變成 把文字text to speech 把你的文字變成聲音 讓學生去玩 你只要把聲音輸入 把你的文字輸入 他馬上mp3的那個聲音就出來了 可以讓孩子這樣去玩 然後語調這個地方 我是覺得比較麻煩 因為他跟我們中文的發音 落差太大了 同學要模仿這個部分 如果你要真正把層次提升的話 不是只有去提升你在講的 這句的語調 我會建議在練的比賽 這一兩個月當中 各位同學 每天花20分鐘去看美劇 看什麼美劇 喜劇 like a modern family 就是類似那樣的 一個劇才20分鐘 你可以從當中學到很多的語調 然後把它轉換你的劇本 這樣會更好一點 那另外一個是劇本方面 其實我看到今天的 大概有八九成都是用現成的劇本 有的是網路上的 有的是拿人家現成來的 尤其是網路上的 我會建議老師 網路上的劇本一定要改 好不好 要你不改的話 它是輪讀的方式 在speech balance會很不夠 就是平衡度會不夠 尤其我看到今天有幾個戲的 旁白太多 一直旁白在敘述 那大家想一下 旁白敘述的話 會slote the plane 你會把整個劇會慢下來 因為都在敘述啊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去改 如果說你這番改的話 搞不好你本來今天拿第二名 第三名 你改的話你變成第一名 第二名了 所以因為我們今天的孩子 有幾組的表現 真的真的非常出色 其實大家都不錯 願意出來 就是最棒的 好不好 那同學 不管你今天的成績怎麼樣 你今天有一個自我的成長回憶 要好好謝謝你的老師 好嗎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邀琪老師 我們謝謝邀琪老師 我們再邀請我們運平老師 來為我們做這個講評 謝謝 Good morning everybody Now I'm glad you all did a very good job So please give a big hand for yourself 各位的英文都非常棒 所以我接下來用台語好了 不要開玩笑了 這樣測試一下各位的狀況這樣 我們坐在前面呢 我發現每一個同學 你們的努力認真 Your hard work and your diligent working makes you success 不過呢 畢竟有輸贏嘛 所以有些東西可能要注意一下 一個東西要讓它完全完美 基本上不要給太大壓力 因為這個已經 beyond all your abilities 大部分都超過各位的能力 我們看得出來 所以你們真的很棒 犧牲了自己的時間 然後跟老師一起練習 我相信 However brings success 對不對 所以努力工作一定會讓大家非常棒 那剛剛邀琪老師已經講了很多的重點 那我坐在前面呢 最好的一件事就是 發現大家的尾音 長音 短音 分段的位置對不對 但是我絕對是微笑 因為我們的麥克風真的非常好 所以你不小心加了s expensive 中間一個音念錯 我都聽得到 不過各位 這個我們還是要看整體啦 只是因為這是一個競爭比較激烈的狀況 所以可能要請大家注意一下 RT是不是在測驗各位 你在看這些Lie Lie是什麼 不是Lie喔 台詞對不對 你在看這些Lie的時候 你有沒有去理解這個句子 有一些句子是chunk 就是一段一段一段 I know him I know you will 他念錯了 我只是舉例 剛剛跟剛剛一點關係都沒有 隨便舉個例子 I know he will 但是他如果很緊張 I know he will 對不對 你就不了解意思了 所以各位 在一開始閱讀台詞的時候 可能要先看一下 如果不懂 一定要發問 不要看到字就念字 因為網門不是Google字典 我們也不是Google機器人 所以有時候你可能會造成一些理解上的問題 好 那接下來還有一點點的問題 不好意思隨便找到 所以也稍微看一下 那就是各位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學習的比賽 雖然真的很辛苦很辛苦 可是真的很期盼 就是各位老師 而且我有看到去年有參加的 對不對 好辛苦喔 你們好棒喔 對不對 有沒有人去年參加過 舉個手給我看一下 對不對 我有看到熟悉的眼神嗎 你們真的很棒 來手請放線 好 所以真的 但是呢 各位 你今年第一次參加也沒有關係 下次可以繼續努力 因為我們最好一件事情 就是對自己的成長嘛 就讓自己可以成長夠好 好 所以我隨意舉幾個例子好了 我折了一堆 其實我現在都忘記該怎麼講了 第一個 當然 當然 簡單 簡單 那個一不緊張就會唸 steel 就唸不出來了 對不對 好這個應該蠻普遍的就是 各位你剛剛唸的時候有沒有緊張 然後忽然那個捲舌不會了 然後長短音也忘記了 好有一些字其實是很簡單的 decision what is decision decision 沒有關係 我知道你的意思 decision 電視怎麼唸 對啊 好那決定跟他有沒有很像 對 所以不要decision 拜託拜託 這可能要稍微改一下 好 再隨便翻一個可能有的問題 還有就是 各位在演戲的時候一定要知道 主旨是什麼對不對 所以當某一個動物想要去戒堂的時候 我就不要說哪個戲了 那句話很重要 因為那個 他的那個動作造成了對方的誤解 最後就發生了不可收拾的悲劇 我沒有特別說是哪一個喔 好拿幾個動作 stuff 哈啾 防止倒了對不對 聲音的動作對不對 這個聲音是不是一直在那個戲裡頭有出現 也就是說這個聲音就是這個戲裡頭最主要的什麼 好我拿這個舉例子 所以你的戲裡頭什麼東西是最重要的 這個東西就可以凸顯它 然後發音要小心 因為這個字 絕對不在我們一千兩百字智慧 因為都是你聲字嘛 所以這個可能就要注意 可是各位 你會發現你在念RT的時候 會接觸到很多課本沒有的字 但是一樣很有趣對不對 而且學會的就是你的 好 然後 我最後再講一個好了 因為實在是 其實各位的表現真的還不錯 比較常見的 Practice Practice 長音還短音 好還有因為很多有聖誕老公公 雪橇怎麼唸 長音還是短音 長音 現在唸的都很棒 剛剛唸的都不長不短 Practice跟Slay 對 剛好你們唸在中間 所以兩個字都會有一點問題 這可能是因為緊張 氣就不太夠 所以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好 然後還有 有一個劇本我覺得非常的棒 因為目前為止我看到 第一次看到它 非常的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鼓勵的 因為老實說那個RT評我不是第一次 所以有一些熟悉的字我可能看到 那看到那個覺得非常棒 但是有問題就是 同學一直排開 有些同學發音很棒 但是另外一些同學 你可能要多花一點時間 要趕上 當然要趕上不是那麼的容易 那其實我們要趕上的一個狀況就是 各位的長短音的發音 可能要注意一下 譬如說 I'm the strongest and the most beautiful prince 那個發音 就卡卡 就聽不太出來 對不對 還有 Gorgeous Gorgeous 好難喔 Gorgeous 什麼東西 Bling bling 漂亮漂亮 對不對 好 像這些字 可能就要注意一下那個發音的問題 好 大家一堆人在那邊吵 Enough I will give all 其實是 I will give you all the test 就變 I will give all the test 什麼地方有問題 You all 是連在一起的 the test才是考驗 對不對 這個可能就是一開始你在審慎的時候 各位 任何一個字認識 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確認是整句話的意思 所以可能要大家呢 跟老師 跟同學多討論一下 整句話意思是什麼 剛好 以後國中生考什麼 閱讀理解嘛 所以不只要備生字 你要懂的是什麼 診斷的上下文 所以你們已經在準備素養寶像了 很厲害 就算我們國中沒有 高空也有 對不對 好 以上是我的一點小小建議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運平老師 我們今天到場 有非常多的老師 主任 還有我們校長莉玲 我在這邊補充介紹一下 我們中立國中陳國維 陳校長 我們巴德國中林永和林校長 平心國中黃光雄 黃校長 文昌國中田應威 田校長 龜山國中范京華 范校長 還有我們大綱國中徐如君 徐校長 感謝各位校長親自立臨 那我要更感謝很多學校的主任 老師們帶隊老師指導老師 給予孩子們的一個加油 大有國中陳嘉祥 陳校長 你太帥了 看不 那接下來我們要請我們教育局 我們長官我們的蔡聖賢 蔡科長 為我們勉勵 我們這個讀者技場 連續兩天的陳辦學校 我們任何國中的美增校長 以及我們任何國中的團隊 以及我們辛苦的我們的評審委員 以及在座各位帶隊的校長主任老師 以及各位參賽同學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首先要特別感謝任何國中 這一個非常辛苦的陳辦 事實上我們讀者技場 從103年到現在 已經在我們桃園市 已經邁入第五年了 每一年都有非常多的隊伍 非常多的學校 非常熱情的參與 每次我到這樣的一個場地 來看到我們每位同學的表演的時候 心中其實都充滿了感動 這感動看到我們每位同學充滿了自信 把你所學的用另類的方式 用戲劇的方式 用說唱的方式把它展現出來 我覺得真的這是真正學習的目的 就是要把學到東西拿來運用 各位說對不對 而各位就是最好的典範 最好的展示 所以我在這邊特別要感謝我們所有參賽的學校 特別今天有非常多的校長 非常多的指導老師 這個帶隊帶領同學到這個比賽場地來 我在這邊也特別要做一個小小的承諾 也希望我們每次校長的支持 就是我們這個比賽繼續下去好不好 因為他很多次都跟我講 這一個跟我講說 校長要不要 課長要不要停一下 停個兩年我們再來 我說停下去就熱情就冷卻了 學生都說好嘛對不對 老師非常困難對不對 但是看到孩子這麼期待 我們老師就免為其然好不好 好 帶老師回答非常好 好 當然在明年我們也希望 這個讓我們這個各項的英語比賽 有更多的多元性 所以除了讀者劇場我們繼續辦以外 明年我們再創化一個新的比賽 那這個比賽呢 因為我們引進了一些 這個不用老師協助 這個是由學生自學 所以我們會提供一個英語的學習平台 在你的手機 你的電腦 你只要能上網 你就可以隨時隨地的學習 那我們會設計一個非常刺激的比賽模式 讓各位的心跳加快 但是要怎麼比呢 等到我們規劃好 我們辦一個全市的各校的各國中的說明會的時候 再跟各校來做詳細的報告 那總之呢 就是希望讓各位有更多 我們的學生有更多的展能的機會 那讀者劇場五年來 我們看到非常多的這個同學熱情的參與 那我覺得這個比賽應該是要持續下去 那也請我們老師 給我們學生更大的支持 那我在這邊也特別要 請我們同學 真的要非常感謝你的指導老師 因為老師都是額外付出他的寶貴的時間 犧牲他的時間來指導大家 所以待會不管你拿的獎項如何 一定要給你的指導老師一個深深的一個感謝 我們期待透過這樣一個比賽 讓我們桃園的英語的教育更能夠扎根 也能夠讓我們每一個孩子的表現 越來越好 在這邊特別在感謝我們所有同學的參與 謝謝大家也祝各位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謝謝科長 我想我們今天還有一個單位 我一定要鄭重的感謝 就是我們這個場地的主人 我們的育達高中 那今天他們校長因為另外有公務要處理 那他們主任孫主任在這邊 我們用掌聲謝謝 育達高中是一個非常優質的學校 不論是在品格的教育 學校的各項的指導都非常的突出 那五年來我們在這邊承辦 也都給我們很大力的協助 再一次感謝育達高中